波若倫,周顯 今天我們轉一轉話題 講一講中國經濟 尤其是工業的問題 因為之前很多人看新聞都了解了 很多不同類型的廠都會由中國撤出 譬如日本有一些經濟補貼措施 據說美國很多廠都搬到印度 或者柬埔寨之類 你覺得這個狀況對於製造業或世界工廠有稱號中國 中、長期有沒有什麼影響 第一,實際上遷出的很少 你說的遷出是一些報道的問題 因為報道是遷出的,報道不會說不遷出的 如果在數字來說,很多人不肯遷出 遷出的很少,遷出的不夠10% 就我所知 所以,因為始終你在中國 始終那些東西是很遷就手的 你外國永遠在任何一個地方 即是中國加入了世界秩序 WTO之後 再加入WTO之後 那十幾二十年 二十二二三十年 它對於世界經濟的體系 它是有一個顛覆性的世界經濟體系 或者中國、越南、所有的東西之中 有一個顛覆性的世界體系 那個顛覆性的體系 就是世界從來沒試過 Division of labor 能夠做到這麼細微的 嗯 那於是Division 之前從來沒有 我想像以前可能一個國家 是幾千萬人口已經可以能夠叫做大國 或者幾千萬人口已經可以自給自足了 現在是幾億人口都不能夠自給自足 就是說 為何你可以在淘寶上做到這麼便宜 為何你可以在一個城市 二十幾萬人口就只可以做打火機 因為只有中國能夠做到這麼細微的狀況 那所以這個是中國的 它一做做了之後 那些人就走不回頭 你習慣了 你習慣了 即是你依賴了 即是你不可以再不乘車上班 你一定你不可以再行路上班 或者游泳過 或者坐船過 你已經不可以做了 就是依賴了 即是說有一個 藥物性在這裡 因為你永遠做不到它的低價 你怎樣搬你都不行了 其實都是的 因為看回數字 又看到那個所謂的 最初大家覺得 譬如國安法 或者這個疫情 對香港的資金流動的負面影響 沒有出現到 反過來 由四月到現在 現在有1800多億的港幣 就流了進來香港 是美元 是的 1810億 就是1400多億港幣 1810億美元 是的 那就是流入 就是熱錢流入的 那這個其實是不是 有一點點出人意料 沒有出人意料 因為你美國 人用那麼多錢 就是美國 你的量化寬商這麼厲害 那你就自然 那些錢就流到全債 因為不只是香港 是這樣的問題 是台灣 台灣 新加坡 全部都有問題 那些錢就一定到處走 嗯 尤其是你這些 這些是有 有是 浮動活動 有是聯繫活率的地方 那他不會很怕買了 那些貨幣還貶值 還貶值得更快 比美金 那現在當然是來炒一下 所以 所以 香港雖然是什麼 但是美國是有風眼中心 美國是中心 那所以 他們的上升會很厲害 就是香港始終是靠近 那些人多數會說 香港的東西便宜 我現在要買一點 如果我有 我無緣無故的資金 不用半的資金 我都可以買八千萬美股 買兩千萬港股 或者加上新加坡 加上台灣 整個亞洲 整個東南亞 那些比較穩定的地方 一路的錢都是進來的 不只是香港發生的 那香港其實 叫做進入得多還是少 如果是這樣 我不知道 因為這個需要量化分析 但是我最討厭量化分析 需要像你這樣 看完數據才行 那時候有很浪費時間 我只知道是大方向 大方向就是這樣行 因為 我知道我有一個量化分析 你的量化分析的話 都未必會流入 我自己買的那個板塊 所以我一定要知道 大約的方向已經足夠 反而我寧願 寧願是 看大那些 還有最少那些 最少那些 我自己買的那些 還有看最大那些 大約的方向 只要不偏離就沒有問題 其實樓市有很多的 見到的新聞就說 很多涉釀個案 但是如果量化寬鬆 真的繼續 如果息質是這麼低的話 那這個狀況又會怎樣走下去 其實樓市已經等於是跌了很多 因為問題就是 問題就是 因為貨息太低 因為貨息太低 而且成本變得太低 所以就會變得沒有跌 但是相對來說 如果樓市這樣搞的話 我想在這兩三年內 那個供應都不會增加 沒有增加 就是你也看升的 因為太多人沽 太多人走 所以你會抵消了 升降利樓 就是不會很厲害 應該無論升跌都不會很厲害 就是會一閘幅度 我看短期就看跌 但是可能過一兩年之後 消化了 因為很多人是移民 是不馬上買樓的 因為本來移民的力 就一定大過他再來的力 或者量化寬鬆所有的力 就是等於你經濟無論再好的時候 八二年八三年的時候 都是暴跌的 但是問題就是 現在很多人 很多香港人 學精了 因為之前走的那些 全部都很糟糕 所以很多香港人都學精了 那朱少爺移民 有些都不賣樓 這個邏輯 其實是否這次移民潮 其中一個特徵呢 你覺得會不會是 因為我都同意這個說法 就是身邊有些朋友 他們走也好 其實他們 層樓如果公園了 譬如和上一代一起住那些 如果他們走也 其實這次都不會賣樓 身體很誠實 你說得多不怕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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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希望他 你都覺得他 其實不是可能我看錯 因為他們覺得香港多壞 多壞 很多時候都說 我不想在大陸 醫治香港 我想我兒女有些好些環境 但是他當然不會想到 如果你現在問 譬如在英國的話 可能我兒子吸毒女做雞 你不會的 因為經常會發生那些事 這些是很平常的 就是你兒子吸毒的機會 是留在香港的一百倍的 為什麼 這個你覺得就是 你知不知道外國吸毒的 率數是多高 我不知道 你看看 你每個回來都吸毒 我告訴你 每個在外國回來都吸毒 就是你基本上 你的子女百分之九十會吸毒 然後為什麼 普通外國女 就不要狼人做雞的 但是因為你那些吸毒 然後再低下階層 一直到那裡 你的階級一直這樣下 你在香港是中彩階級 就在下流 所以當你下流的時候 女兒做雞的機會就很大 所以大家覺得 寧願中國做一個 給共產黨洗腦的人 他一個乖孩子 還可能將來時候 賺到錢的 你就覺得 好什麼 大家一起愛共產黨 你接神黨 你如果 你如果 兒子做 女兒做雞 你都寧願在共產黨 那沒有所謂 他們可以去的 因為你現在看到 整個歐洲 是打爛了些東西的 大哥 是很恐怖的 明白嗎 美國 中國人的地位是低於黑人的 中國人的地位是黑人 就是黑人走 你搶中國人 中國人是不敢抵抗的 因為黑人其實在美國 你看不起黑人 但是黑人在去是很有地位的 中國人的地位 亞裔是低於黑人的階層 就是白人第一 黑人第二 是亞裔第三 因為黑人當中的病 所以黑人的政治地位很強 所以才夠膽 黑人夠膽 跟白人叫板 難道你 難道你 亞裔人夠膽嗎 所以本身你的階級很低 但是如果你是這樣去的話 就沒有辦法 你寧願過兒子 都是你兒子做賊 女兒做雞 你都不寧願 他受到大陸管 如果你是這樣選擇 周遜 你這個說法 確實是太偏激 我就不認同你的看法 不過這樣 我尊重你的看法 不過我也想提一提你 香港 甚至乎內地 過去幾十年 都有很多 中國人 香港人 華裔 甚至亞洲人 是移民了 去不同的西方國家 這樣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經驗 和體驗 不過這樣 我們不要爭論 這個問題 大家都回去反思一下 下一次我們回來再談